全民狗S宠物当家 今天来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亚马森宠物专科医院的院长 刘颖诚刘医师 刘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宠物当家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医师 老刘 我想我们今天讨论到 这个飞犬猫这个领域里面 我想先请问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 就是说一般我们收医师出来 大概是除了经济动物之外 就是狗跟猫 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走到 这个飞犬猫这一块 主要是当时 大概是15年前的时候 15 已经15了 很久了 岁月如梭 15年前的时候 其实相对上 这些飞犬猫的医疗 在市面上几乎是没有 当时就一家 一家一个前辈开的 除此之外 几乎全台湾都没了 而且在医疗模式上面 还是比较传统的模式一点 那当时其实已经看到了 已经有些testbook发现说 在国外的医疗模式已经相当的前进 那当然就会想说 我来往这个方向走 是对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养乌龟 很多乌龟 自己的乌龟生病了 别人说你不是收医师啊 你不会看喔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往这个方向去说 去做更深的一个学习 学习研究 以及服务大家嘛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就是亚马森这个特宠专科医院 已经成立多久了 目前已经13年 13年 也就是15年前想要钻研这一块 就是飞犬猫的这一块 也钻研真的就13年了 OK好 那我想说那请问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一般年的门诊里面 我们大台北地区 因为受限于这个饲养的环境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公寓大楼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台北地区 飞犬猫的动物 大概有哪几种 你常见的 目前最大宗还是兔子 兔子 对那兔子接下来就是像天竹鼠啊 雕 雕 对 然后小青不如类的话 就像枫叶鼠黄金鼠 等等 那目前数量也很多的 像是密带物 在接下来就是像一些爬虫类 对 像是蛇啊 乌龟啊 青蛙啦 这个都是蜥蜴类 这些其实都是蛮多人养的 然后再少一点 有狐狸 有狐狸 狐猛 跟那个 Raccoon 叫做 碗熊 碗熊 这个其实也都有人在饲养 哇 我的天 OK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说 那鸟呢 鸟你有没有看 鸟我本身不行 是 我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鸟大概是鸟的专科医院 对 没错 OK好 那我想说 在这么多的这个饲养宠物里面 你想说最大众的兔子 还有天竹鼠啊 或是这个 蜂叶鼠之类 是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 这他们的生理上面有什么特征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狗狗 我们的 我们养到了就想到说 可以陪我们 陪我们15年 对不对 没错 那现在 那像兔子 蜂叶鼠啦 他们生理的特征 特性 可以不跟大家听众朋友 做个简单的介绍 以兔子来讲 其实目前兔子的平均岁数 还是设定在6年左右 兔子6年 对 随着近年来 他们的医疗模式越来越紧静 现在12 13岁的兔子 算是相当常见 真的啊 对 甚至最 目前有15 16的 就是少数那几只 15 16都已经可以达到 所以这种朋友 这养兔子不像我们那时候在 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 在实验室 是 差不多5岁6岁就天年 对 对 真的是 这个因为医疗的技术 跟肺心的照顾 没错 真的也跟狗狗差不多了 是 12 3年 是 那他们有什么注意的 在饲养上面 他们生理上什么特性 一般来说 他们最主要的还是在饮食上面 嗯 那他们并不像狗狗猫猫 以飼料为主食 嗯 他们是以牧草为主食 我现在讲的是天竺鼠兔子 这一类型 对 以牧草为主食 嗯 对 那以蔬菜水果辅助 为辅 对 那飼料是 比呃 用来说 比如说想要让它增胖一点啊 嗯 然后 肥育一点的话 那飼料 就会添加在食物里面 OK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呃 在新陈代谢方面 他们这个 其实都是快的 都是快的 都是快的 OK 所以 好 那我想说在你门诊的时候 兔子跟天竺鼠 或是说这个枫叶鼠啊 嗯 他们最常罹患的疾病有哪些 肚子天竺鼠最常见的就是牙齿 牙齿的问题 嗯 怎么说 呃 很多 应该说有些主人 并不知道他们以牧草为主食 嗯 然后就天天吃死了 嗯 那大概三岁左右 他们的牙齿就会因为呃咬合的问题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牙齿是中年 嗯 都会持续生长 一直在长 一直在长 就跟完全跟全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们的牙齿会因为说 没有吃牧草 没有足够的磨合 嗯 嗯 结果呢 越来越长歪了 嗯 闪生牙齿 嗯 就开始不吃啊 流口水等等 嗯 哦 这是最常见 那第二常见就是肠胃 嗯 肠胃问题 因为他们肠胃相对上是相当的敏感 嗯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是 那如果说主人家里并没有足够好的保温设备 嗯 或者是根本就没开 嗯 那他们肠胃越来越冷的状况下面 嗯 蠕动的动作就会停下来 是 就会变成肠胃道的一个 蠕动持质 嗯 然后甚至又又开始不吃了 诶 诶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有关于兔子方面 他最适合的温度啊 就是在饲养的时候 嗯 环境里面温度大概是多少 OK 一般来讲 呃 我们通常会建议 大概在25度附近是最好的 25 哇 像这两天的十几度的 这就低了 对 没错 嗯 尤其他们又不能说 呃 他们肚子因为很敏感 嗯 可以洗到风 嗯 哦 那有一些主人甚至把他养在阳台那边 哎呦 哦 那就很糟糕了 是 对啊 所以在这个呃 兔子方面 第一个是牙齿 因为他涅齿的 会一直终生在长 嗯 那第二个是属于胃肠道疾病方面 对 那其他还有吗 其他来讲的话 像枫叶鼠来说 他们常见的问题就是 呃 因为他们太好动了 嗯 哦 抱一抱摔到地上 哎呦 风叶鼠这一类型的 镊齿类动物 他们的门牙 嗯 是持续会长的 嗯 所以如果说 哎 环境里面没有足够的 磨牙的一个 玩具或食物 嗯 他们门牙也会过长 嗯 哦 那也会造成问题 是 对 OK 好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 生理的生 是 生殖方面 好 我常 我自己有 有客人他们有养 那个 枫叶鼠 那早期我有看 后来因为这个 我个人在犬猫方面比较熟 但是对于这个飞犬猫类 我真的不太熟 嗯 我们刚好相反 对对对 哎呦 你曾经问一下请问你 如果你不控制他 对 一公一亩的兔子 是 他一年可以生几次 一年可以生几次 基本上可以很多很多次 嗯 但是因为环境的因素 势必这个环境里面 会越来越下 会越来越拥挤 嗯 到最后不可避免的 就是开始有死伤 嗯 甚至打架的状况 嗯 对 因为一个空间 其实会 呃限定住 住这个族群的大小 嗯 那兔子一般 一胎大概生 一胎五到八只都可以 五到八只 对 那母兔能够照顾到这么多 其实母兔还OK 母兔还OK 对 因为母兔 他们兔子来讲 他们一天的喂奶次数 嗯 一次到两次而已 嗯 喂饱了就 母兔就出去了 嗯 嗯 然后小 那个母奶 母兔的母奶会在小朋友的肚子里面变成那种 凝膏 凝膏 凝膏怎么 就像那个咸豆浆一样 对 然后呢 就慢慢的消化慢慢消化 它就可以用一整天了 哦 OK 真的 这个跟我们想象差很多 那像我们通常在狗狗啊 像猫一样 断奶大概是三十几四十天嘛 对 那兔子呢 跟天竹鼠 呃 肚子 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到两两个月到三个月啦 但是大部分来讲的话 呃 比如说去宠物店买的兔兔什么的 那个都很早就离卤了 嗯 很早 对 因为我看到好小 对 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我们家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去士林夜市 他不是有拨那个蛋糊吗 对 然后落落落落在这边怎么样 你到底有几格几格 对对对对 结果我们就弄一只兔子 就得到 那个都超年轻 可是等着两天啊 就拉肚子就走了 对 没错 真的好 胃肠非常非常敏感 对 而且又是小朋友 其实这种年纪小朋友跟人的小 刚满月的小婴儿一样 都是要跟着妈妈走的 嗯 对 但是没办法 这个呃 商业行为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像我们那种那么小的 比巴掌还小的那个兔子 他到底该吃什么 基本上他 那一个时间点呢 基本上他能够吃什么就尽量给他吃 嗯 对 这么小就可以了 就可以吃 嗯 然后再来就是像木草的部分 嗯 以木树草为主食 嗯 对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借这么小的小兔子 一定要记得保温 也是保温 对不对 对 没错 OK好 今天呢 在这个圣诞夜呢 非常谢谢我们的亚马森特宠 专科医院的院长 刘盈青刘医师 到这边来跟我们来聊一下 特别的就是 非狗狗猫猫的动物 好 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re 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亚马森特宠专科医院的院长 刘盈青 刘盈青 我想再请问一下 刚刚你有提到就说 现在我们在台北市 大家养的除了兔子 天竹鼠或是枫叶鼠之外 还有就是乌龟的族群 对 那乌龟呢 我想大家都觉得是 哇龟 就是这个动作缓慢 然后呢可以活很久 是 这样子的话 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乌龟的一些生理特性 还有饲养的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乌龟有好多种类 对啊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们初步来说 我们可以把乌龟大致分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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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龟 鹿龟 跟像是蛇龟啊水龟等等的这一类型的鹿龟 嗯 那我们就分开来谈 好 那以鹿龟来说的确你 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他们呃都是在陆地上行走慢慢爬对 对然后呢他们大部分基本上几乎都是素食 哦素食 素食 嗯嗯嗯嗯嗯嗯都是吃草 嗯 吃菜 嗯嗯 对那他们的生理代谢的确都是慢慢来啊 嗯 年纪也相当的大 跟我们刚讲的枫叶鼠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枫叶鼠平均岁数两岁 那以一只鹿龟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四五十五六十以上 啊 以上 对 所以非常的呃 长久 是 甚至很多一些爬有龟有就说这个基本上买来是要传家的 爸爸照顾完换儿子照顾儿子照顾完可能还要孙子再照顾 是 对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像鹿龟啦 是 鹿龟是不是有很多保育类的 是 没错 那我们可以饲养吗 基本上呃还是有分 嗯 哦 那目前来讲我们去一些呃两耙的一个专卖店来说呃 购买这些呃 鹿龟的时候其实都会搭配有所谓的繁殖的证书 哦 繁殖证书 对那个都是属于合法的 哦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养到这个一些像鹿龟 因为老实说鹿龟有哪些种类什么我也不太熟 但是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繁殖证明 对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进口的证明 进口证明 这样代表就说谈的合法的来源 对 没错 不是一种阴养的一些保育类的东西对对对对不对 因为保育他们已经相当稀少了 那如果你 哦又执意要去呃在不熟悉的状况下面去做饲养嗯那真的是对世界 他们物种的危害其实是相对大的 影城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温度 像兔子什么这个带25度 那对于陆龟来讲 陆龟来讲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抓25到28 甚至它加热的热点可以到达32 真的 所以它温度的要求反而比兔子更加严格 对 没错 那这样的话 像这个冬天来讲 那我们是用加温电 或是说有什么灯 其实加热设备很多 包含加热灯 暖炉 以及加热电 加热食 加热三洞等等很多种 那以医疗这个方向去看 其实会比较首推的还是加热灯 加热灯 对 因为加热食 加热电 它是属于比较局部性的一个加热 那如果只用加热食 加热电 或加热三洞等等 容易造成这些乌龟或爬虫 就直接带在那个温暖的地方 可是久了之后会造成烫伤 反而会造成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加热灯它的扩散 热度的扩散范围比较广 比较广 就全面的 比较全面 所以整个钢子里面可能灯的最下面最热 32 可是离它最远的地方 至少也还有25 那如果是加热食 加热食表面32 离开它 23 15 看得要死 所以它就像是我们全身上下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全身上下只穿很薄的衣服 站在冰淹雪地里面 手上只有一个暖暖包 你会不会抓着那个暖暖包不放 会 但是时间久了手就烫到 意思是一样 他们也很渴望热源 可是也只有这个地方有热源 它就扒在上面 所以提供它一个全面性均匀的热源 是最重要的 没错 那刚刚我们有这个问到 就说像兔子啊天竹鼠啊 什么容易疾病 那同样的 我们现在乌龟里面的鹿龟来讲 比较容易罹患哪些疾病 其实就像我们继续讲下来 温度不够最常见的问题 感冒 流鼻水 对 乌龟流鼻水啊 就是从鼻孔这边会有一些 是啊 还会流眼泪 一样也是会有 可是它不会打问题吧 会 它会咳嗽 你模仿一下乌龟咳嗽的声音 咳嗽的声音比较难模仿 基本上主人 通常第一个给我的一个描述就是 医生 他呼吸有杂音 啵啵啵啵啵啵啵 对 然后头会突然缩进去 然后会 咳嗽 一声 然后就有很多 黏液从嘴巴流出来 OK 那就会咳嗽 有些主人会说 他的龟头突然缩进去 然后半生一声 啾 那是打喷嚏 那打喷嚏 OK 那还有 那这个 除了这个呼吸道的感染 就是说温度不够的时候 有些感冒 所以最近您那边 乌龟给感冒的看的疹 应该会增加 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 最近通常都是忘记 OK 那除了这个呼吸道的感冒之外 在有鹿龟还有什么疾病 好 那除了呼吸道以外 鹿龟第二个常见问题就是消化道 也是消化道 一些寄生虫原虫的感染 导致腹泻不厌食不吃的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泌尿系统 那 对 泌尿系统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 呃有的时候想说 鹿龟嘛 不用水 错 其实他们非常需要水 嗯 哦 那呃他们 当他们身体 吃的蛋白质量高 嗯 水又很少的时候 嗯 因为爬虫他们排 含氮的飞物 也就是蛋白质的飞物 是主要以尿酸的形式排掉 嗯 当你没有给他水分 又有很多尿酸 嗯 就会形成什么 尿酸的结石 哦 是 那结石怎么办 结石就要开刀了 开刀 开刀 OK好 就我想在开刀之前 我再问 这样乌龟的话 他打针 打针可能还还好 对不对 是 那吃药呢 吃药相对上比较难 嗯 相对上比较难 第一个他们因为有非常良好的一个躲藏技术 对 他们一关门说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对 所以变成说你要为他吃药 一个方式就是用片 嗯 通常我会开像是药片的模式 嗯 那藏在蔬菜或水果里面 嗯 骗他一口吃掉 嗯 对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用药水 可是药水来讲的话 因为要开他们嘴巴 嗯 真的不容易 嗯 真的不容易 所以通常是小乌龟比较有办法 嗯 那比如说十公分以上的路龟 基本上说真的 你拼力气就拼不赢他 嗯 他手一说你要把他抓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像那一种状况 你可能就要舍弃口服药的 药水的一个模式 就说改成就是定期要去打针啊 或是怎么样 对对对 那如果说又真的是长期夜食需要去灌食 嗯 那就需要稍微再做一个手术 做所谓的死到胃管 嗯 直接按一条管子 嗯 那管子一端 对 一端一端在胃里面 另外一端背在自己的龟壳上面 外面 那你要灌食要灌药 就可以用这个管子 嗯 当成一个给的途径 OK 欸欸欸 像这个我们知道 那个刚刚讲的乌龟是完全要吃素的 对 那不是他要喝果菜汁喔 噢 不 目前其实在国外 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呃 营养品 嗯 那个就是像全貌的AD这一类型的 嗯 不过它是粉剂 噢粉剂 对 那只要经过调配就可以做 拿来做一罐食用 当做一个营养的 对对对 OK 好 那刚刚我们讲到鹿龟 那另外还讲泽龟水龟 这边 像我以前有养巴西龟 对 养了好大一只 比便当盒还大 对没错 那那个那个跟它完全不一样了 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对于温度啦什么东西完全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像像巴西龟我们那个养到大 它会吃小鱼耶 会啊会啊 所以它是肉食性的 其实它们算杂食 杂食 那小食偏肉长大偏素 哦 OK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节目现场陪伴大家过圣诞夜的 是亚马森特宠专科医院的院长刘颖诚 这种流医师 应成啊 刚刚我们谈到就鹿龟这一块 是啊 他就是说这个可能有节食消化道 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呼吸道 呼吸道的 对 那我们想我以前养过的 唯一养过的就是这个巴西龟 是啊 从小小的跟十块钱大一点 对 他养到一个便当盒那么大 是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他小的时候可能是杂食性肉食 对 长大了以后变成素食 比较偏素 比较偏素 OK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巴西龟 他常常罹患的疾病 他应该跟鹿龟不太一样 哦 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其实小巴西啊 或者是小斑龟 这个是通常是最容易入手的 一个小型龟种 对 那因为他们已经普遍存在 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里面 对 那像这些小乌龟来讲 那绝大多数都是小朋友带回家养 爸妈帮忙一起养 爸爸帮忙一起养 OK 那他们最常见的问题 其实最重 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皮肤的问题 皮肤因为泡在水里面 对 而水太久没换 整个都抽掉了 也没有人理他 对 那其实 其实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大部分可以 以医疗的方面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水体不够大 哦 就是你的容器不够大 容器不够大 水的深度深度不够深 嗯 那一只小乌龟在里面 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个小碗而已 就要养小乌龟 OK 那这个水大概不用半天 嗯 里面的吸菌量已经非常非常的高 嗯 那更何况一只乌龟泡在脏水里面 嗯 不生病才会有鬼 才有鬼 对对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 足够大的一个饲养的箱 箱子 嗯 那要足够深的水 嗯 这样而且 足够深是什么意思啊 足够深来讲的话 我们把乌龟平放 三倍乌龟高 哦 乌龟平放在水面上三倍的高度 对他的三倍高度 嗯 或者是你要把它立起来两倍 也都可以 不过都其实算起来差不多高了 嗯 那以这样的一个 呃 水的深度 然后长 大概是五倍的乌龟长以上 嗯 宽度是三倍乌龟宽以上 哇那我那个便当盒的那个乌龟 那便当盒应该要用浴缸养了 哦对对对 至少要三尺以上 对对对对 没错 好好来改善他一下 是啊 那甚至很多长大的 基本上是在家里走 嗯 那在浴室会帮他准备一个 嗯 一个整理箱里面放满水 然后用斜坡 哦 就让他自己爬上去 对 他会自己爬进去游泳游泳 然后想要把自己晾根再爬出来 嗯 OK 所以我这样讲是对的 因为我是一个一个浅的一个一个算是算是塑胶盆 是是那那个盆其实大概有六十公分长 是 然后呢我中间会放一个砖头 哎 我就看他自己爬上去 对对对对 有时候是干晒太阳 最后就下去 不过水还是要够深 够深哦 对 我那个是不够 好我们回到小乌龟 嗯 小乌龟一般来讲三十公分一尺的 嗯 一个一个四氧箱或钢子 这初期都还蛮够用 嗯 那等到他长到大概二十五公分左右 你就可能要进阶到六十公分 嗯 两尺的钢子 嗯 才会够用 而且这些水呢 如果说没有什么顾虑设备的话 大概每一天都要换 全部换掉一次 每一天都要换 每一天都要换 毕竟你要想他在里面吃饭喝水大便 嗯 尿尿嗯 全部都在里面 嗯 那呃 这个水 其实很快的就被他的排泄物 嗯 弄脏了被食物的残渣弄脏 是 那如果他又在里面 嗯 那事实上他就一直 越火越脏 对对对 好 那你成长这样子 你讲皮肤病 嘿 那在这个水龟这方面 就像这个小巴西龟 是 他在治疗是怎么样的方式呢 呃治疗来讲 当然最重要 还是要改善他的环境 对一定的 嗯 改善环境 那身上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刷洗 刷洗 对用棉花棒 棉花棒 嗯 因为因为他们太小脂了 那你能用的就是棉花棒 嗯 然后沾清水 或是棉花棒 嗯 把身上的脏东西 全部都刷洗掉之后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啊 药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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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型的 他们很容易也会有一些 像是肺炎的状况 哦 真的是各行入各山啊 真的饲养 所以呢 特别我今天在节目 就是要请这个影城 跟我们来说 就是说 哎 你该怎么样正确的饲养 比方说像鹿龟 你要注意温度的控制 对没错 而且提供大量的水分 没错 因为避免结实嘛 是 那在水龟这边的话 你的生长的环境里面 要够干净 要够干净 而且它的范围大小要够 对不对 是啊 这是最基本的 好 那就刚刚您在节目一开始 有讲到说 这个除了兔子 天竹鼠 还有枫叶鼠 是 还有乌龟之外 是 特别你提到爬虫类 对 那在您这个每天看诊的过程里面 最常看到哪些爬虫类 像是手工 手工 蜥蜴 蜥 然后以及蛇 都有 蛇 对 像是缅甸蟒 球蟒 一些玉米蛇 这个其实都是门诊的常客 好 我们在针对蛇 因为我自己有三只 我们家小孩带回来的 好 我想问一下 像蛇 你怎么知道他生病了 ok 他都犬在那里 对他都犬在那边 对 一般来说我们蛇 通常主人都是以三天或一个 或是一个礼拜才会喂食一次 对对对 所以通常主人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礼拜了 这只蛇不吃 不吃 应该排便的时候不排便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变得没有活力 ok 平常抓他 他可能想要在你身上取暖 可是怎么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然后以及眼睛什么的都变得无神 通常主人都是先从这些地方发现说 他的宠物蛇出了一些状况 甚至体重下降等等 对对蛇我真的充满了问号 有好多问题 来来来 我先问一下 讲不完了 讲不完 第一个蛇要不要喝水 基本上会需要的 也是需要的 对对 1946 所以他们的环境里面 除了一个倒盖的碗 可以让他们躲在里面 躲在里面 Ok 那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这个蛇就像你讲 它不动了 不是说这个状况不对的 可是我们常常讲 就说哎 夏天我们去外面玩 山上或者树林里 要小心蛇 但是冬天它们会冬眠 那我们现在养在家里面的宠物蛇 它也会冬眠吗 会的 只要环境的温度够低 它们还是会进到一个类似冬眠的状况 类似冬眠状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抓20度左右 所以如果低于20 像这样这个时间 它基本上不太动的 低于20 15到20之间 其实它们表现出来就是 比较没有什么食欲了 那低于15以下 就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不动 就不动 对 OK 没错 我看我们家这两天的几只都犬在一起 对 所以当饰养宠物蛇的时候 如果说你养的又是以幼蛇为主 小朋友 那我都会建议 那你整个房间的温度最好能够拉高 来来来 几度 尽量都维持在25左右 也是25 也是25左右 可以避免说他们 比如说他们是生病 而不是冬眠 可是明明温度都不够 所以你会误判 OK 对 是 好 那在这个除了蛇之外 您刚刚也提到了西翼 对 那西翼的话 这个最常见的一些 什么皮肤病 或者说该如何正确 我们先讲 该如何正确饲养西翼 西翼来讲 其实它们的种类就很多了 比如说像是松丝西翼 那它们是属于沙漠 这一类型的一个饲养环境 那有一些像是手工 像草原巨蜥 等等的 那不同的西翼 它们所需要的环境 温度湿度都不一样 甚至连下面铺的底材 都不一样 那你铺错了 很容易就变成它们物实的一个物质 那可能就会造成肠胃道阻塞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主人真的要在饲养前要好好的做功课 真的 就是你要了解它你才能饲养它 你准备错了 它可能一开始还没什么问题 隔个一阵子发现肚子里面都是沙 结果人家明明不长在沙里面你给它沙 那这些沙就会导致在肠胃道阻塞了 对 OK好 你再问一个像刚刚我们讲到物贵你几乎很难喂药 是 蛇有喂药吗 蛇可以喂药 可以喂药 蛇可以喂药 也可以打针 OK 打针我才能理解 我说这个喂药呢 喂药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就看大蛇小蛇 那比较温和 就是对蛇比较没有伤害的方式 就是利用一些喂食管 喂食管 对直接将口服药喂到食道里面 对 OK 我就当做它没有生病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进段广告回来 我们再好好问一下影城 其他有一些这个飞犬猫动物的一些 它的特性跟疾病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亚马森特宠专科医院的院长刘颖成 柳医师来跟大家分享 这有关于飞犬猫类的宠物的一些相关的疾病 跟如何饲养 颖成啊 我再请问你好 就是说这个在你这个 在你这样子13年的亚马森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有没有你医过哪些的病例也好 或者物种也好是特别奇怪的 而且令你印象深刻的 嗯 最奇怪的哦 嗯 牛蛙 牛蛙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嗯 嗯 有人养牛蛙 有人养牛蛙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牛蛙在哪里 蔡市场 对对对嘛 就是后来就参桌上 对对 然后呢 在整条过程中 嗯 哎 带了有人带了牛蛙来 嗯 我还不认识牛蛙 为什么 以前看到牛蛙都被扒皮啊 对对对 就是两四个脚大腿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田击嘛 对对 对 工宝嘛 对 原来活生生的牛蛙长这样 太神奇 而且主人还抱着他亲 真的是开眼界 原来牛蛙也是有人在饲养 而且把他当成宝一样 牛蛙会跟你有互动吗 因为我知道蛇会跟你有互动 牛蛙会跟主人 其实养酒还真的会 在整桌上面 他就是往主人那边跑 不往我这边跑 那当然 那奇怪什么怪叔叔在那边 OK那这个牛蛙生了什么病 让你让你觉得 其实他们很多像是皮肤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那看过一个 就是最奇特的呢 其实是中毒 中毒 对 他讲他家里怎么有机会中毒 因为他打翻了漂白水 OK所以他就泡过去了 所以一群牛蛙就接触到漂白水 然后就造成氯中毒 对 那他的症状是什么样子 症状来讲的话 包含接触性的皮肤的化学性作伤 也包含身体里面一些赤氯酸 氯的过多 对 那那时候还好两棋类 他们皮肤是斑渗透的 所以还可以用泡 所谓的AIS 就是他们的等张容易 类似去把它洗出来 就有点像是洗肾一样的感觉 对 好特别 很特别吧 对非常特别 对 那这个除了牛蛙之外 还有你接触过什么奇特的动物吗 奇特的动物最近来说狐狸就不少 狐狸 真的狐狸 白狐狸 狐狸不是保育类吧 不是 不是吗 对 OK来狐狸有什么上面 我们大家真的来听听看看 看看眼睛 狐狸目前来讲就是大家还 还在努力的在适应他们的脾气 对 因为他们非常的好动 然后呢凡事都用 用嘴巴讲 也就是 他们凡事要跟你玩呢 就是拿嘴巴跟你玩 所以常常主人很多身上都会有一些 咬痕 咬伤啊 等等 对 那哦好 狐狸要不要打预防针 狐狸其实需要哦 需要 需要 而且他们对于一些预防针还特别敏感 还要特别避开 是 比如说像钩端螺旋体 Laptor这一块其实就不能打 哦狐狸不能打 对因为他们太敏感 所以他们目前只能打一些像是幼犬的 一些疫苗 就是犬温 对不对 狂犬冰 对对对对 OK 那狐狸你所看到的 他的成就是长到成狐狸 就是我们不能讲成犬了 就长到全部长大 大概有多大的这个体重啊 还有他 基本上大概都在10公斤 目前看到的是这样 对 嗯嗯嗯 那他生性会很凶猛吗 他们就是皮 皮 就是皮 嗯 对 他不能算凶 但是什么都用嘴巴来跟你沟通 嗯 对 哦 你的沟通讲的蛮婉转的 嗯 他们不是凶的咬 嗯 而是他们不喜欢就是回 嗯 就回一下 就回一下 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比较皮的个性 比较 比较没办法控制 哦 OK 好 那除了这个牛蛙 狐狸 这我想听的朋友 一定很想知道 你还有照顾哪些种类的动物啊 照顾哪些种类哦 嗯 其实 一些常见不常见的都有哎 嗯 对啊 那现在好像蛮流行蜜带物的 对没错 那蜜带物的照料上面的跟饲养呢 蜜带物的照料来讲的话 由于他们是属于有带木 嗯 哦 其实跟袋鼠是远防精气啊 对 对 那他们照顾上面就是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度 嗯 哦 因为他们吃软不吃硬 嗯 哦 所以一般像小老鼠在吃的一些种类的 他们是进瀉不明啦 嗯 哦 他们有他们该吃的一些东西 嗯 那这个其实呃 也是主人要好好的做之做功课 才能知道说呃他们有多少东西 多少种类的东西是可以吃的 嗯 而且要均衡 不然常常营养问题就是第一个跑出来的状况 嗯 所以啊 所以听众朋友啊 在这个圣诞夜我们请到尹诚来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大家分享非常奇怪的就是不就是我们超过我们一般节目里面所介绍的狗狗猫猫 甚至于行为方面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领域 那对于这个飞犬猫类的这个动物呢 其实我刚刚跟尹诚聊到现在我个人的心得就是你要饲养他之前你真的要去搜寻一些他的个人就是这个物种啊这个品种的这种动物的特性 那怎么去饲养自己有没有办法去饲养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真的养下去以后你养到蛇你不了解他你将来怎么跟他共度 哎映诚最后蛇可以活多久 蛇看死了 看死了 好一般的球莽吧 一般球莽十年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你要做决定之前要真的要考虑清楚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亚马森特宠专科医院的院长刘映诚刘医师来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每个宝贝都值得最好的爱他就是一辈子 本节目由全能狗S冠名赞助